嗨,大家好,我是Bright红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收看这期的内容 那这两天一直都在10多这辆车 而且呢,这两天呢,也一直都在下雨 今早上呢,还是在下 那今天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2点半了 我看呢,外边的天气呢,也逐渐好转了 雨呢,也已经停了 那这两天呢,我一直在为这辆房车从榜上选购一些物品 那今天呢,也陆续的都到了一部分 那一会儿呢,我去把快递给取回来 给大家看看啊,我都是买了些什么 那房车出行呢,都需要些什么 那接下来跟着我一起看看吧 OK,那快递呢,我也已经都拿回来了 大家别看这些快递堆的那么多呀 其实呢,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为最近呢,疫情的原因啊 很多地方呢,它快递是到不了的 所以说呢,我也是这样陆陆续续的收 陆陆续续的攒一些 然后呢,一起跟大家呢,开个箱 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看一看我这台懒中自由炮 在出发之前呢,我都是给这台车配了一些什么 那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吧 我先给大家看两个 我打开的啊,这是前两天到的 一个这个SM胶,双面胶 那这个胶呢,还是挺实用的 平常啊,我们要在车内啊 贴些东西啊,桌板底下啊 上面上贴的东西 我就可以用的这个胶 这个胶还是挺方便的 再就是这个东西了 一套小班舍啊 那个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 有这样一套小班舍 这些必要的工具箱呢 我们还是要有 那我还有几个大工具箱 还在路上,过些天的时候啊 工具箱来了以后呢 我也再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是什么 这是拖鞋 拖鞋,防车必备啊 这还有一双 虽然我这次是一个人出行啊 但是呢,给车上背一些拖鞋呢 有时候朋友来玩啊 或者是跟家人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呢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看看这个大袋子里边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个挂子 以后我在卫生间啊 刮刮玻璃啊 给房车的车窗啊 刮一刮 这个还是挺省心的 它还带了这么一个组合套件 应该是能装在下边的吧 这个一个擦的一个挂的 这个直接撕开就行了 哦,一个小的逆变器 这是一个200瓦的小的逆变器 因为我的房车呢 是有一个大的逆变器的 它的启动开关呢 就在我房车一进门上边这个位置 那跟大家说一说 大的逆变器和小的逆变器 它都有什么区别呢 那你像我这个房车 它的逆变器呢 它是可以带动3000瓦之内功率的电器的 比如说我们在房车上用电的时候啊 你像这个冰箱 电视 包括啊 抽油烟机 我们手机充电啊 都是可以不用逆变器的 那你像一些大功率的一些家用电器 你必须要用到220伏的这样的电器呢 你才需要把这个车里的逆变器给打开 那车内这些12伏之内的 我们可以通过车内的这些点源口呢 就可以给它解决用电问题了 那你像开这个3000瓦的逆变器呢 这个逆变器它本身啊 它也是一个电器 它也是会损耗这个车里的电量的 我看了一些攻略呢 大概说一天呢 要损耗0.5度电 那你像这样一个小小的逆变器呢 就是非常有必要了 这个逆变器啊 它是个200瓦的 所以说平常呢 我用它那个充充手机啊 用电脑插上给它办办工啊 那只要在200瓦之内的呢 我都可以用这个小的逆变器 我就不用开开这个大的逆变器了 那它的损耗呢 就基本上可以说非常小了 可以忽略不计了 咱们再看下一个 这个有点啰嗦了 还是拖鞋 又两双拖鞋 多背点拖鞋 没有什么坏处 也给大家 以后家人啊朋友啊 出行的时候呢 给他们一些方便 这个是我买的一双雨鞋 它是那种长筒的 大家看这个图片能看出来吗 如果开车在外面 如果说下雨的时候呢 有一双这样的这个 长筒的这个雨鞋 就显得尤为重要 好 看看这个 这是我给我的卡座啊 卡座这两个沙发呢 配的沙发垫 这个花色我觉得还是挺小 因为我的这个车啊 内饰呢 是一个白黑的色调吧 这样的一个颜色搭配 我为这台车呢 选了一些北欧风格的一些装饰品 那我铺上这个垫子之后呢 我的这个卡座呀 我就不会把它弄脏了 因为这个垫子呀 我当时拿回来啊 我拆过它一次 我想拆洗它 其实它下面是都有拉锁的 是可以拆洗的 但是非常的麻烦 我拆到一半我就放弃了 所以说我觉得 铺个这个垫子还是挺有必要的 那弄脏了 直接洗这个垫子 扔到洗衣机就OK了嘛 再看下一个 看看这个是什么 带小线头的一个公牛的插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插座上面呢 是一个大口 16安的大口 也就是说 我们家用的空调插座的那种口 那为什么要买这样一个插座 我这辆车呢 给这辆车充电的时候呢 它是有一根线的 厂家呢会自带一根充电线 但是它那个插头啊 是个16安的大插头 也就是我们家用空调的头 那这样我在外边的话 如果说碰上有这种三项插头的时候 我是怼不进去的 所以说我就给它配备了这样一个啊 16安的这样一个转换插头 然后用我车上的那根电线插到这个大插头里边 然后再用咱们普通的这种三项的插头啊 就可以急查即用的给这个房车充电 这些小件之前打开过 这都是一些在车上贴的一些小挂钩 都是这样的一些小挂钩 这样的挂钩 然后这个呢是 这应该都是一夹子的 卫生间浴室用的 挖在墙上放点东西 这样的一共有脸啊 一模一样的一共有脸 这个挂钩也是 其实呢我还买了一些小挂钩 还在路上的还没回来 买了一些更小的那种小挂钩 到时候看看哪个合适吧 再来看看这个 看到它的包装盒 我已经猜到它是什么了 这个也是关于房车充电的 这么一个头 这个头打开以后呢 你看这是一个三项的头 这个呢是怎么用呢 刚才我不是跟大家讲 车上有根充电线吗 给房车充电的 它是一个三项的家用的插头 那在外面的时候呢 我们除了有那种三项的插座 可以直接接那个试电来充电呢 我们还会经常碰到一种接头 就是跟手枪一样的那种接头 然后它的另一头呢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个七孔的吧 这种呢又叫做 交流电的一个转换头 我们把车上的那根线三项插到这个插座上 然后用这边这个七孔插那根枪 这我们就可以完成一个交流电的一个充电 这也是所谓的大家都经常说的那种慢充啊 它这个是啥 一个亮衣绳 这个其实原理很简单 就是这么两个这样的东西放在对立的两个墙面上拉线 我们在酒店里边会经常碰上这种啊 在浴室的时候 我就打算把这个放在浴室里边了 平时晾点衣服什么的用 它里边还送了这样一个胶 这样的一个东西 白白的 很配我房车挂墙上的东西吧 这应该是 之后我的眼睛就 你看能拉出来 一拉又拉出来 这样可以拉 拉到对面的那根墙上 然后给它卡住 就OK了 这个是啥 这是一根万能的水管 水管头 就是咱们的房车啊 没水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加水 那它有这样一个硅胶的 这个硅胶的头呢 你是可以这样扩展伸缩的 像我们碰到一些那个就是不容易拆卸的 或者是异形的那种啊 就是那种奇怪的那种水龙头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硅胶头 然后整个给它套进去啊 这样子我们接水呢 再用另外这个头呢 接到我们的水管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顺畅的去接水了 感觉还是非常实用的 你看它还带了这样一个万能的转换头 开箱还是挺有乐趣的 这是那种叫什么大力挂钩 后边呢有一个吸盘之类的吧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圆圈 然后我们使劲用力的按这个圆圈的时候呢 据说啊这个可以载重非常的多 挂上一桶大的成满了水的纯净水桶都没问题 那这个呢我是做什么用的 以后我加尿素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把我的尿素的桶挂的高高的位置 然后呢我还买了一个神器 就是一根导管我也不知道现在在不在这里边啊 一会如果在里边的话 拆开待会给大家讲一下 这样一共买了四个漏斗啊 我们平常加水加那个尿素的时候啊 用这样一个漏斗这个口呢 插到我们的那个加水口或者是加尿素口 平常应该是用这个加水比较多啊 尿素口我还这么研究过 这个能不能插得进去 用个挂钩挂在上面 如果我是用水桶或者水手提袋来打的水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来给这个房车加水啊 这么一个漏斗 朋友们这个是水管啊 这是我买的一个伸缩水管 这样的一种材质 这根管子呢 现在展开它呢 它只有9米长 但是我一给它接上水之后呢 据说这根管子能瞬间展到27米 那这么说的话 这根管子还是非常的省地方 尤其在我们房车上啊 我们的空间本来又不大 所以说这个省地方的管子还是有必要的 它这里边呢 还给我配了这样几个万能用的水管的一些接头 还有这么一个水枪 以后在外面找不到洗车的地方啊 我们就可以接上自己洗 啊 毛巾来了 我没买这种毛巾 这可能是个赠品 这是什么呢 我买了一个淋浴头 我房车里边那个淋浴头啊 它不是很好用 所以说呢 我就给它单独又配了这样的一个淋浴头 这里边看着这是什么呀 像小石子儿 然后有三挡可以调节的 它配有这样一个管子 看这个扁子 这个扁子是个晾衣架了 一个伸缩折叠的晾衣架 这个晾衣架平常是不占地方的 它在墙面的时候你是可以这样子的 方向我不知道是横着还是竖着 应该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那个可以把它给遮起来 遮起来以后呢就可以晾衣服了 不用的时候呢再把它放下 这样这个东西呢还是挺省空间的 OK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看包装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了 咱们今天开箱的唯一一个电器 哇塞包装盒好像很精美啊 一个电热水壶 不应该叫电热水壶啊 应该叫电热水器吧 可不可爱 它有什么功效呢 它主要的功效就是 你可以在这上面 接上一个咱们随便喝水的那种 矿泉水瓶子 然后三秒钟就能出热水 我在家的时候啊 其实我平常啊 不怎么喝热水 就是冲咖啡冲茶的时候 还会用我家的那个烧水壶呢 去烧热水 所以说我烧一壶热水呢 我要等很长的时间 这是一个家用烧水壶的一个 我认为的一个小缺点啊 那再一个呢 就是我用不了那么多热水 那我烧了那么一大壶呢 我就很浪费 那你像这样的一个小壶啊 三秒钟系下热水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简直太适合我了 也非常适合房车 那我们在房车上烧热水的话 你无论倒进的那个冷水是多还是少 那你等到它烧开 它总是很费时间的嘛 那这个三秒钟就OK了 所以说我觉得它在这个房车省电上 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我刚才看了一下 这个壶呢 它的额定功率呢是1600瓦 那我房车的逆扁器呢是3000瓦 那是我是可以单独去使用它的 这样一个热水器比那种烧水壶 要更适合房车 长得很像一个卡通人 像谁呢 小黄人 虽然它是个绿的 是不是 有点像小黄人各位 哎 不是吧 怎么又是水管 我靠 我买了两个水管 哎呀 难道这个 我记得我把它取消了呀 可能我给弄错了 这个没被取消 因为我第一次看上的是这个水管 一个蓝色的 也是带了两个头 它带的是一个淋浴的头 一个淋浴的头 也是多功能的 又能浇化 又能变成那种中间出水的 跟水枪似的那种头 我后来又看上那个黑色的 因为我觉得那个黑色的呢 跟它的长度差不多 这个是10米 接上水以后呢 可以变成30米 是应该是一样的材质的 一样类型的管子 但是我感觉那个头和那个颜色 可能我更喜欢一些 所以说我又选了那个 但是我可能这个没有把它取消 所以说都给我发过来 两根管子 先拿着吧 我觉得30米在外面接水 应该是够了 我是要退掉 还是留着 以后被一些不时之需 我再考虑吧 这也是咱们今天最后一个物件了 也是个大件 我怎么不记得 我买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呢 全都是小件 这么大的一个箱子里面 成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个小件 从一个店里买的 你像这个 捞水饺啊 捞面条啊 什么的那样 这样一个小漏勺 这一项呢 都是那个日用产品 我感觉好像灯光有点不太亮了吧 电源给它打开 把灯光给它打开 这个呢是一个低漏 防止那个头发啊什么的 就这样薄薄的一层纸 防止我们在洗澡啊 或者洗菜的时候呢 有头发或菜叶子 然后把咱们的水 下水道给堵了 所以说呢把这个呢 放在上面 然后脏了呢 就把这张纸扔了就行 把它这样两小袋 一共是60片吧 一袋是30片 两个这样的挂钩 上面呢 是跟那种手铐似的那种呢 可以这样 转圈那种呢 才合死 然后是挂在管子上面 下面可以我们晾点东西啊什么的 这样一把厨房剪刀 几个大夹子 平常我们的一些衣服啊什么的 防止我们在开车的过程中呢 掉下来的 压线 这个就略过吧 这个 这个挺有意思的 这样一根小棍 一根米白色的小棍 你可以给它折成任意的形 可以这样当手机架 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小棍 再严有严有 看它怎么用吧 这样的一个掏耳朵的 这是一个放肥皂的 嗯 这样是一个放拖把的 就是把这个东西呢 挂在那个卫生间的墙上 两边啊 放拖把的那个支撑杆 这样的 两边呢可以塞进去的 有弹性的 其实这些东西 对我来说可能有用 可能没用 我也得使用一段时间看看 我目前来说觉得还是有用的 这样一个小刷子 一些小缝缝细细 那么那天来打扫车的时候呢 我就很费劲 所以说有这样一个小刷子 这个不是我买的 应该是赠送的 有小挂钩 这些磁铁式的挂钩 我没记得我买这些东西 这样一个加蚝油的 我们的蚝油平常用的时候 倒的时候不好倒 用这样这个东西呢 下面抓上我们那个蚝油瓶子 用上面的就可以这样挤出来 这两个用水管 它是带这种小毛毛边的 等水管堵了的时候 除胶剂 那天在打扫的时候呢 它那个前边那个挡风玻璃上 粘的那个小盐贴 它撕的都花了 都没撕下来 我就买了那种除胶剂 这样的方便 改天把那个胶给它处理一下 这个磨刀神器 我在家里边的时候 有一个 一个是筋膜的 一个是中膜的 一个是粗膜 房车上有背的一个这个 这也是一个垃圾箱 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展示一下 我觉得我这两天 真的没少废脑细胞啊 我真的是选了又选 我觉得这个小垃圾箱 应该是非常合适 我现在这台自由泡的 大家看这小子下 扁不扁 就变成这么大的一个垃圾箱了 厉不厉害 变形金刚啊 属于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呢 这么一按一压 它又变成这么一个扁扁的 这样一个小垃圾箱了 那这个垃圾箱 我打算放哪呢 就是放在水池子下面这个门 那过两天呢 我把这些东西全装了以后呢 再给大家展示啊 这是个啥呀 没记得买这个 小药箱 这样的一个小药箱 一样啊出门在外呢 给自己多备一些不时秩序的药 这上面呢 有一个可以这样打开的 这样有个开关 里边成药的一个小盒子 还是挺精致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小调料盒 小调料盒 看着还是挺精致的 这样有个小开关啊 这样可以这样提起来 里面有这样四个格 分别成呢 你像盐啊 鸡粉啊 糖啊 剩下的随便成一些什么 还是挺有用的 中间这四个 四个小勺子 这个我知道是啥了 一个电动的灭小虫子灭蚊器 这个挺 我觉得还是挺必要 开着房车上路呢 在外面 有时候难免会飞进一些小蚊虫啊 用这个带电的啊 既杀它一下 噼里啪啦的 就给它给轻松解决掉了 OK 那今天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弄完了 那之后呢 再陆续呢 再倒一些我购买的物品呢 我再跟大家去一一的去分享啊 那明天呢 我看看呢 就把这些东西呢 全都规制规制 把它该安装的安装好啊 然后收拾收拾 收拾好了呢 也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吧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